据媒体报道,蔡东如离开人世的前一天曾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诉说心境 对不起,真的好累好累哦,我想不到办法度过他,我把唯一的出口给堵住了 那些黑暗期一直如影随形,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再被相信了,不论我未来可以成为多好的人 我有很在乎跟很爱的人,但是对生命的热情已经燃烧殆尽,我的表现怎么样也没办法让人满意 最后他更留下一句话,真的对不起,我想要好好的顺移交了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